知不知道這件是甚麼 萬事得的轉子 指陣 望遠鏡 當然不是 它是一個很先進引擎技術的重要零件 而這件零件是放在今天測試的車 Infinity QX50 如果SUV也有選美比賽 QX50一定是我三甲之選 選不中的話 也會是最上鏡的 這輛車相對於雲雲那麼多的SUV之中 車頭上鏡的C柱造型 特別的車尾亦有與眾不同的Charm 今天測試的是最頂級的 亦是暫時唯一的Sensory版本 車廂設備是最強配備的 坐著的當然是電動的真皮座椅 你會見到整個天花 有很好手感觀感的Arcapella 皮甲鋪至中控台頂 有原裝導航 雙區冷氣 360度鳥嵌鏡 有Auto Start Stop 電子手掣 Auto Hold 很多設備 我個人心想是甚麼呢 我喜歡這個軚盤的直徑 剛剛好 但不小 二枝波棍仔 細細枝 好像藝術奔似的 做它的後座乘客我覺得是舒服的 各方面的空間都是理想 設備亦多 有冷氣出風口 有USB 有12W 頭頂這塊大天幕很開陽 我都可以看月亮 看星星 看太陽 旁邊有一個拉簾 這裡也有一個手枕 你看我好像坐得比較直 其實這輛車的後座角度是可以調校的 而且角度也頗大 不過當然是手動 而當你後排的行李箱要放很多東西 它的行李箱其實變化已經多了 又不想反椅的話 又想擴大容積 可以怎樣做呢 椅底有一個抽 當你抽椅子就可以推前 擴大了行李箱的容量 不過坐人的空間當然會少了 整個車的重點就是引擎 它配用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變壓縮比的 兩公升Turbo引擎 馬力輸出其實已經是頗有看頭的268匹 再侵氣說一次 甚麼是可變壓縮比 一般車的壓縮比不可以改變 氣缸直徑是多少 長度是多少 壓縮比就是多少 VC Turbo不同 它的結構其實上半部分 跟普通的內型引擎是一模一樣的 但在氣缸下面多了一組 可以控制幾何裝置 我剛才那一組很像鑽子的裝置 它鑊了一個電動組件 這個電動組件加上幾何裝置 可以改變壓縮比的充程 有了這個VC Turbo的技術 你會覺得 譬如我正常地走五六十公里 有輕輕踩深一點的油門 你會覺得第一就是Turbo有反應 第二你會覺得這車的 kickdown反應很快 但那種 kickdown的反應又不是來自波箱 而是來自引擎 好處是甚麼呢 引擎有反應的話 譬如說你比波箱快一步 它反應敏捷操作的時間 它比正常用波箱 kickdown更快 你會覺得這輛引擎很爽的 但到低轉時它又頗有扭力 我覺得應該在香港經常塞車的環境 有很多山路環境 這個VC Turbo的技術應該用得著 你會覺得這車駕駛非常穩雜 有四驅 但它有四驅的穩定 但又會拖著大輪很呆笨 它的轉向很快 很聽話 車身是駛駛駛駛靈活 卻又把你領暢不來 不過我上次在美國駕駛的時候 我評論這車的懸掛 很中庸 即舒適又好 坐正需要追求 입니다 你也不會令你失望 其實來到香港它的特性 是不 neither改變 依然是 Gardaq 負責 Yay !" 都很有行性 但明顯地你會感到 車身的濾震 Faster 能力是差了一點點 多了一些較明顯的走動波幅 我問過代理 設定是完全一樣的 證明了甚麼呢 香港的路面鋪設手工真的很差 它的介面其實是很用的 不過在導航模式時 操作反應和顯示 好像很祖國化 它有冷暖燈 冷暖和暖燈時 燈都是黃色的 駕駛車時 不知自己按了冷靜熱 要靠屁股才能感覺到 因為我駕駛車就沒有人看 一般車會用紅燈和藍燈顯示 我覺得這件事是欠少少細心 即上Gadget Guy Facebook Page